当固态电池真正登上量产舞台的那一天 汽车行业也许会像上市寂寞 从功能机走向智能机那样 被重新洗牌 那一天可能不会像一场爆炸那样突然 而是像海水涨潮一样 一点点淹没掉旧的疆域 当固态电池普及之后 混合动力和增程式汽车 是不是就该退出历史舞台了 先回到为什么混合动力和增程式汽车存在 混合动力从诞生那天起 就是一种妥协的技术 它既不完全是燃油车 也不完全是电动车 是两种世界之间的折衷方案 它解决的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电池技术还不够强 充电设施还不够多 人们既想尝鲜新能源 又不敢放弃加油的安全感 增程式电动车统领 只不过它的电机承担了更多主角角色 而发动机退居幕后变成发电机 两者的存在意义都在于 在纯电不够完美的时代 帮用户缓解焦虑 然而这一切的逻辑 都建立在电池不够好 这个前提之上 当固态电池出现 这个前提就被动摇了 固态电池最迷人的地方在于 它几乎能解决 现在电动车的全部痛点 续航焦虑 安全风险 充电时间 循环寿命 全部一锅端 它能量密度更高 意味着同样体积 可以储存更多电 它内部没有液体电解质 不容易起火 它的寿命比现有的三原理 和磷酸体理更长 它还能在高低温下保持稳定 更关键的是 它有可能让充电10分钟 续航800公里变成现实 那意味着 你的电动车只需要充电的时间 跟现在去便利店买瓶水差不多 当续航不再焦虑 充电不再漫长 寿命不再短暂时 人们对游的依赖会瞬间崩膛 混合动力存在的核心价值 是油能补电的焦虑 而当焦虑消失 混合动力也就失去了舞台 增程式电动车更是如此 它的设计初衷就是解决电池不够用的问题 如果电池足够用 谁还需要一个在车里占空间 加重量 提高噪音的发动机 当电池能轻松跑1000公里 10分钟充满电池 那个发电机就成了历史遗迹 但问题在于 技术不是魔法 固态电池即使在今天的实验室 已经取得惊人进展 已还远没有进入家家户户都能买的阶段 它现在面临的挑战 不仅仅是能不能做出来 而是能不能量产的起 固态电池的核心问题是材料和工艺 固体电解质的制造 堆叠 密封 导电率 都需要全新的生产线和极高的良品率要求 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让整个电芯报废 而这在大规模制造中几乎是家常电饭 再加上成本 目前每度固态电池的制造成本 仍然比液态锂电高出一倍以上 只有当制造效率提升 规模足够大 供应链乘数之后价格才能被压下去 换句话说 固态电池不会突然取代一切 它只会在未来几年 先出现在少数高端车上 然后慢慢下放到终端市场 也就是说 混合动力和增程车还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它们依然会在中低价位区间坚守几年 继续扮演那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桥梁 不过 那座桥已经在震动了 电池的技术演进 带来的不是渐进的改良 而是生态级的重构 过去的几十年 车企依赖发动机技术形成竞争壁垒 谁的油耗低 谁的市场占有率高 可在新能源时代 发动机不再是护程和 电池才是 混合动力和增程式的车企 依然要背着一个沉重的内燃机包袱 而那些彻底压住纯电的企业 比亚迪 特斯拉 小鹏 现代 Lucid 丰田固态团队 它们的思路已经完全不同 固态电池如果量产 带来的最大冲击 不是让混合动力车失业 而是让它失去诈值 过去消费者买混动车 是为了节油 续航 环保 但未来纯电车不仅更省 更快 更安静 还可能更便宜 想想看 发动机的机械复杂度 维护成本 排放系统 维修工时 这些全部可以省掉 车企做混合动力的意义 就会越来越弱 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和日本的市场节奏 会非常不一样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发展速度极快 政策倾向强 用户接受度高 充电桩密度在全球领先 固态电池一旦成熟 中国的纯电化进程 可能是最早完成的 混合动力和增程式车型 会很快被纯电压制 成为过渡时代的纪念品 而日本不同 日本有一种特殊的技术保守主义 日本车企在混合动力技术上 投入巨大 从丰田的THS 到本田的IMM里 再到日产的EPOWER 他们建立了巨大的产业体系 和专利网络 这意味着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哪怕固态电池来了 他们也会把固态技术 融入混合系统 继续延长过渡期 日本市场消费者保守 对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 依赖更小 混合动力可能会在日本再活10年 而对于增程式来说 它的命运比混合动力更脆弱 增程式的本质 是拥有解决电的问题 可当电池变得强大 这个逻辑就彻底崩塌 没有人愿意再背一个发电机在车上 浪费空间增加成本 那时候增程式要么彻底电动化 要么退出历史舞台 除非有些车企能让增程系统 转型成能量管理平台 比如用甲醇或青来发电 否则它的历史使命就此完成 如果要给一个时间表 可能是这样 固态电池在2027年开始进入高端车 2030年前后成本下降 量产铺开 2035年前后成为主流 而混合动力和增程式车型 在2030年后就会逐步萎缩 尤其在中国市场 到2035年 可能仍有部分商用车偏远市场 特定用途的增程车存在 但乘用车主力市场 基本会被纯电和固态电池车型占据 当然 汽车从来不是只靠技术演化 它还有经济 情感 政策的维度 即使固态电池 能让电动车续航1000公里 10分钟充满电 仍然有人喜欢那种发动机启动时的机械声音 喜欢油门下去的推背感 混合动力不会一夜消失 它会在爱他的人心里 像留声机治愈唱片时代 成为一种怀旧机械感的象征 从商业角度看 车企不会轻易放弃 还在赚钱的产品线 混合动力已经成熟 可靠 增程车还有一定利润空间 就像苹果推出iPhone之前 诺基亚并不知道那一刻就是终点 丰田 本田 日产 这些品牌也一样 它们还在利润丰厚的舒适区里 是不过那片海正在退潮 固态电池最终改变的 不只是混合动力的命运 而是整个汽车业的盈利逻辑 过去 车企卖的是动力系统和零部件 现在卖的是软件 生态 数据 体验 车从机器变成终端 电池从能量仓库变成计算平台 未来 车企不会靠修车赚钱 而是靠你车上的订阅赚钱 那时候 固态电池的稳定性不再是威胁 而是利润的新起点 因为当车永远不换 厂商可以安心卖你永远更新的服务 所以固态电池上市后 混合动力和增程车 不会立刻退出历史舞台 但它们的光辉时代会悄然结束 它们曾经是人类从燃油文明 走向电能时代的桥梁 是电动车启蒙时代的英雄 可当桥的那一头已经通向未来 桥就会被遗忘 未来人们回看2020年代 会像回看黑白电视机一样说 那时候的车还要加油呢 那一刻 混合动力和增程式的故事 就真的画上了句号